周六 中国中粮集团宣布 再次购入上百万吨的美国大豆 此前 中共副总理刘鹤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见面时 承诺购买500万吨美国大豆 中粮集团周六在网站上发布公告称 为了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的公式 将在前期已经分批采购数百万吨美国大豆基础上 再次购买上百万吨美国大豆 而根据英文版南华早报报道 有三家知情的交易商预计 这批大豆将在4月到7月期间出货 其中一名交易商称 中方采购总量约为220万吨 另外 两名交易商表示 中共国有企业订购了大约100万到150万吨大豆 刘鹤周四造访白宫时代表习近平承诺川普 将购买500万吨美国大豆 中粮集团的订单 也使得美国2008年年产大豆 至少有650万吨确定交往中国 刘鹤在白宫的发言带动美国大豆期货价格 周五上涨到数月以来的新高 不过 华尔街日报周五引用一名资深分析师的话说 500万吨大豆从数量上看 对改善美中贸易关系的意义十分有限 中国去年共进口美国大豆3170万吨 占美国大豆出口的60% 交易价值为122.5亿美元 新唐人记者林宇向静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